嘉宾的大力支持 离不开各部门各地方和从政国际贸易投资 党为全球经济水平高 经贸成果封锁 国家贸易投资 首届进口博览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 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600多家企业参展 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展览总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 截止到11月10日中午12时 累计进场达到80万人 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 智能及高端装备成交 164.6亿美元 消费电子及家电区成交43.3亿美元 汽车展区成交 119.9亿美元 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成交 33.7亿美元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成交 126.8亿美元 医疗器件及医药保健区展区成交 57.6亿美元 服务贸易展区成交 32.4亿美元 此外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累计一效成交 47.2亿美元 21年统计 hasta今晚 辞燈补 4亿美元 546.5亿美元 4亿美元 你